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号 所以首先在这里呢 我想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顺益 人们都说新年已始万象更新 但是呢 该更新的要更新 不该更新的不能瞎更新 像COVID-19病毒 在年前就已经更新了 这就属于瞎更新 新的病毒变种是来势汹汹 所以在这里呢 还要请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多多注意 新的一年健康最重要 人们还经常说新的一年开始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但是呢 对于我而言 有一件发生在去年年底的事情 让我仍然是觉得有话要说 不能让它就这么过去 这是什么事呢 这就是风起洛阳的大结局 看完了这部剧的大结局 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就感觉就好像是你预定了一家很有名的网红餐厅 这家餐厅还是米其林餐厅 据说米其林餐厅中最好的也就是三颗星 但是这个餐厅比三星级的米其林餐厅还要牛 它是满天星 你预定了很长时间 又在外面排了很长时间的队 最后终于走进了这个餐厅的大门 映入你眼帘的这个餐厅具有非常强烈的圣堂的风貌 你仿佛有一种梦回大堂的感觉 你看到了这里的服务员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们向你行礼的时候 行的都是标准的插手礼 男士是左手盖右手 女士是右手盖左手 你很欣慰 这些服务员都受过很好的训练 他们没有把这个姿势做反了 如果做反了的话 那就变成了办丧事了 你和朋友坐定以后 就开始期待着你可目已久的那场盛宴 你在之前定的就是著名的洛阳水席 洛阳水席在当时的神都洛阳是非常的有名的 也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这道席总共有24道菜 据说是当年的袁天纲预测到了武则天将执政24年 所以因为天机不可泄露 只能在洛阳水席中有所体现 所以洛阳水席就是24道菜 武则天真正开始独立执政的时间 应该是从永龙元年 也就是公元680年 到神龙元年 也就是公元705年 这总共24年的时间 因为神龙元年的正月 武则天就被逼下了台 所以是24年 牡丹水席中还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菜 叫牡丹燕菜 它的原料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白萝卜 关于这个呢 还有一个传说 据说武则天当年做妃子的时候 被萧淑妃和王皇后陷害 给武则天下了毒 武则天中毒以后就晕倒了 这些人呢 以为武则天死了 就把他扔到了宫外的一个菜地里 过了一段时间 武则天是悠悠醒来 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一个菜地里 又发现自己竟然饿了 不知道这个萧淑妃给武则天下的是什么毒 不仅是毒性差点 而且还特别的开胃 所以武则天就四处寻找食物 发现地里头埋着一个萝卜 武则天就拔出了这个大萝卜 武则天刚刚被下了毒 而且肚子里又没有吃饭 竟然还有力气拔出这么大的一根萝卜 不能不让人钦佩他的洪荒之力 想想如果武则天吃饱了 饭又没有中毒的话 那拔的肯定就不会是萝卜了 应该是垂扬柳 武则天吃了萝卜以后是气力大涨 从此以后 这个萝卜做的牡丹燕菜 也就成了洛阳水席中的一道最重的菜 在剧中 大家也看到过洛阳水席 好像是永川郡主宴请宾棚的时候摆的那个宴席 洛阳水席之所以称为水席 并不是因为他是在水上吃的 而是因为他上的24个菜中除了八个凉菜以外 所有的热菜都是汤汤水水的 再者呢又是因为他是每吃完一道菜就马上上另外一道菜 就像流水一般 所以呢称为水席 在剧中永川郡主宴请宾棚宝时摆的那个在水上的宴席 我不记得剧中是不是说这是洛阳水席 如果剧中真是这样说的话 那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并不是真正的洛阳水席 这个宴席的样子呢 我相信大家在寿司店经常能够见到 这个叫轮转寿司 你和你的朋友们还是非常的有耐心的 一边喝着餐厅提供的矿泉水 一边静静的等着那场盛宴的到来 但是等了很长时间 仍然没有见到上一道菜 终于等到服务员过来了 向你行了一个标准的插手礼 然后把账单递给了你 说先生您准备怎么付款 你当时一定是非常的不解 我这里什么都没吃呢 你什么菜都没上 却要让我买单 我买的是什么单 我的洛阳水席呢 那个服务员又向你行了一个插手礼 对你非常客气的说 先生您不是已经喝了水了吗 这就是您点的洛阳水席 你终于是恍然大悟 你很气愤 但是也是于事无补 所以你和你的朋友只有告辞 在你起来的一瞬间 你突然觉得一阵晕眩 这时候你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个米其林餐厅有如此之多的心 那就是因为你饿得眼冒金星 这就是我看完了风起洛阳大结局以后的感觉 也许不太准确 风起洛阳这部剧的浮化道各方面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可以说准确的还原了大唐的风貌 特别是神都洛阳的风貌 从这部剧中我们也能学到很多的历史知识 但是别忘了这部剧它毕竟是一部悬疑剧 所谓悬疑剧依靠的是它结构的合理 逻辑上的严密性要丝丝入口 要非常的严谨 如果这个环节出现了大的问题的话 那么这整部剧的架构就算是坍塌了 这部剧应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 而且一直到28级以前 我认为在逻辑结构上都是非常的紧凑 非常的合理的 是一部高水准的悬疑剧 但是28级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我曾经做过一期视频 专门介绍了1到28级的情节结构和其中的逻辑关系 也做了一些推测 当时我也说过 我想不出春秋道想利用这些令山童到底要做什么 但很快在29级30级中就得到了答案 令山童被用作了装俯火雷霆的箱子 据说这样可以使爆炸的威力巨增 我是在观众朋友们的留言中知道了这个用途的 当时我也留言说 我觉得这样安排有些草率 因为在这之前 春山道是以牺牲了兵部尚书送粮 以及柳家家主柳香的代价 才保住了这个令山童的用途不被外人所知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难道只是为了让他做一个箱子吗 如果单纯的只是想做一个箱子 那么石头做的箱子会不会威力也差不多呢 如果石头的不行 那么用一些纯度不高的铜代替 是不是也是一样呢 当爆炸发生以后 是不是只有像令山童这样高纯度的铜才能造成更大的杀伤呢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高纯度的铜与低纯度的铜区别并不大 而如果春秋道用低纯度的铜的话 那么他就完全没有必要那么麻烦 也没有必要付出两个重量级人物的代价 再者说 如果按照春秋道的计划 浮火雷霆爆炸以后的威力足以杀死武则天 那么他有什么必要要扩大这样的杀伤力呢 这样做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杀伤更多周围的人吗 那么杀伤这些人对于春秋道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最后的幕后的大boss是武幽绝 那一天他作为内卫的首领一定会在现场 即使他称病不去 那么他的妹妹五思月也一定会在现场 爆炸发生以后那些飞舞的铜片可没有眼睛 难道武幽绝就不担心会杀死自己的妹妹吗 也就是从令山童这件事情 我开始对以后的剧情发展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等到看完了最后三集 这种不祥的预感真的变成了现实 武幽绝成了幕后的大boss 可能是因为他困住了春秋道的教主逍遥子 能够创立春秋道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 能够招揽这些像百里宽人十六叶这样优秀的人才 那么逍遥子的本事应该是不小 但是没想到在他被武幽绝控制以后 竟变得如此的贪生怕死 竟然把自己辛苦创立的春秋道完全交到了武幽绝的手里 这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在剧中应该有所交代 就是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而春秋道又与以前的春秋学宫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春秋学宫又与前废太子李贤关系密切 而春秋道的宗旨是强烈反武的 应该是支持李唐王室或者说是支持前废太子李贤一人 那么怎么到了武幽绝的手里 这个曾经有政治诉求的组织竟变成了一个为武幽绝报个人私仇的一个邪恶组织 以前这个拥戴李唐王室的组织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抑郁刺杀太子刺杀郡主的乌合之众 如果说这些刺杀的背后都是前太子李贤支持的话 这样似乎还说得过去 因为在历史上前太子李贤被废太子的过程中 李贤并没有发挥什么好的作用 李贤在历史上的评价非常的低 他胆小怕事没有担当 而且很阴险不顾及兄弟之间的情谊 在这一点上他和锐宗李贤还是不一样的 锐宗李贤要比他人厚的多 所以李贤要刺杀李贤应该是合乎情理 但是如果像剧中说的那样春秋道背后的主毛并不是李贤而是武幽绝的话 那么这样的刺杀就变得难以接受了 春秋道怎么会听命于武幽绝做这件有伟他们初衷的事情 而且武幽绝控制春秋道他是通过谁来控制的 不可能是他自己亲自出面吧 至少在教中地位崇高的百里宽人并不知道武幽绝是背后发号施令的那个人 那么只有可能是掌秋史那个比较狠辣的女人 可是这个女人最后又让掌春史百里宽人那么随随便便的就给杀了 武幽绝竟然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允许他失去这样一个重要的代言人 而且掌秋史是他的代言人 也是我们这里说的 在剧中我印象中好像没有这样交代过 还有啊在剧中已经出现过掌下史兵部尚书宋良 掌秋史那个女人和掌春史百里宽人 那掌东史在哪呢 是在温哥华吗 因为最近天气太冷所以就不出来了 在上一集视频中我曾经说过 之所以春秋道是等到林众妇女到了洛阳以后才开始刺杀她 是因为有可能有一种保护林众妇女的势力的存在 而这股势力很可能是由太子李显操控的 在百里洪义见到了告密者在郡主遭到刺杀以后 林众妇女才遇刺身亡 这正是因为背后的势力想引起圣人的注意 从而调动内卫和联访参与进来 这样才有利于太子李显的下一步计划 所以在林众妇女被杀一案中引入了太子李显这股势力的存在 在逻辑上应该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没有了太子李显的存在的话 仅仅是五幽觉控制的春秋道 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林众妇女在路途之中没有被刺杀 而到了洛阳以后才被刺杀 唯一能够说得通的是五幽觉想使这次刺杀行动扩大化 扩大他的影响从而引起圣人的注意 让他能够调动内卫的力量推动他下一步的阴谋 这一点似乎是合理的 不过可惜的是在最后复盘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一点 所以五思叶当时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刺杀郡主 为什么刺杀平民 这两个问题到最后并没有一个答案 在剧中五幽觉的阴谋的最后的着落点是在寒家仓 就是炸掉寒家仓 而且调换出寒家仓中的粮食 从而引起市民的恐慌 所以以前的燃灯大典的行刺也变成了一个幌子 这样的反转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是出人意料 不过是否合理就有待上去了 寒家仓作为一个贡英洛阳几十万上百万人口一月口粮的仓库 它的粮食的存储量应该是非常的巨大的 那么五幽觉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把这些粮食调换出来呢 如果运进来一些浮火雷霆都要费这么大的周折的话 那么调换如此巨量的粮食需要动用多大的人力物力 这岂能是一个小小的内卫能够做到的 即使说寒家仓的安全是由内卫来负责 但是他日常的运作粮食的调入调出 绝对不可能是由内卫来承担的 他一定有另外的诸多的部门来负责 那么五幽觉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剧中我们没有看到五幽觉有什么更多的同党 唯一的一个在朝中担任兵部尚书的宋良 还被他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舍弃了 这似乎也不太合理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柳时郎的那次刺杀 在那位联访严密的监控之下 柳时郎竟然能够拿着弩箭在房顶上走来走去 最后找到了五幽觉实施了这次刺杀 如果防备真的如此轻松的话 那我觉得五幽觉就完全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用什么俯火雷霆了 安排几个弓弩手在房顶上射杀武则天 不是更容易一些吗 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商贩柳时郎竟然能够躲过那位联访的层层监控 而且武功高强伸手了得的五思月见一剑射来并没有用他的剑拨开封弩 而是在推开他哥哥五幽觉以后张开双臂迎向了飞弩 所以很明显五思月绝对不是柳时郎杀的而是被编剧杀的 为了虐大家一下这位编剧也真是拼了这种事都想得出来 在剧中最早发现五幽觉阴谋的自然是我们的大男主高炳竹 高炳竹知道自己和百里红毅可能都已经被监视 所以他在与百里红毅吃饭的时候用暗语告诉了百里红毅该怎么做 百里红毅也是绝顶聪明理解了高炳竹的用意 这段情节应该说是很精彩的 那段充满暗语的对话确实是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出来的 不过随后就又出现了一个大的bug 已经被严密监视的百里红毅竟然到了不良井 竟然在不良井发表了那一番讲话 明明白白的告诉不良井的人这里面的阴谋 那么监视百里红毅的人去了哪呢 是下班了吗 总的感觉呢这部剧有点虎头蛇尾 前面铺陈的非常好 一些细节也非常的耐人寻味 但是到了结尾的时候却是草草收场 在剧中曾经提到两次的柳木与松木之别 最后也没有了下文 我原本是期望百里宽人与百里红毅这兄弟二人之间会展开一场在建筑学专业范畴内的较量 因为百里宽人明显也是得到了百里家在建筑学方面的真传 所以这个阴谋最后的着落点可能与建筑有关 但最后也是落空了 百里宽人并没有体现出他建筑方面的才能 而且百里岩最后是被谁堵死的 怎么堵死的 剧中最后也没有交代明白 毒杀百里岩的事儿 百里宽人知道不知道 如果他不知道 最后又知道是他所追随的春秋道堵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的话 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还会像最后那样誓死效忠吗 剧中的武则天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睿智 似乎他在剧中只是不断的绣他的一头长发 而始终是被武幽诀玩弄于鼓掌之上 武则天如果真的只有这点能力的话 那恐怕早就死了几十年了吧 以前呢我经常抱怨有些连续剧太长 集数太多 但这部剧我却觉得他的集数太少了 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 感觉他的前半部与后半部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因为感觉在思维逻辑上出现了断裂 感觉上好像前半部的铺陈最后推出的幕后大boss 不应该是武幽诀 而是另外的某一个人 武幽诀成为最后的boss总是让人感到费结 他有这个能力吗 他不过是一个凤与狼 而且还是一个中毒以身行将就木的人 他有多大的动机来做这件事情 即便是他得了皇位以后他还能做几年 他连后代都没有 所以总让人觉得非常的牵强 好像是武幽诀的小脑袋绝对戴不了这样一顶大帽子 那么这顶大帽子下面的脑袋应该属于谁 会不会马伯雍先生有他最初的构想 但是最后因为某种原因 不得已让武幽诀来顶纲 是不是会是这样呢 至少我希望是这样的 希望这部剧后面的那部分并不是马伯雍先生的真实的水平 希望这次我没有猜错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也算是我对风起洛阳这部剧的年终收尾 感谢大家收看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